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四月好物和我尝试爱过你 这一个月的好物我会先从头发开始 头发的部分呢,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发油 这一个是Loreal的Extra Ordinary Oil 它目前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发油 因为它涂上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 这可能价位贵了一点 但我用价位比它低的发油呢 我觉得我擦上去,我觉得头发没有吸收到那一个发油 而且会弄得我整个枕头都是油 会觉得有很油腻的感觉 但这一个发油不会 这一个发油在台湾的价格是偏高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马来西亚呢,它价格是比较便宜 我这一罐是趁机打电话回家叫我妈买 然后我爸来台湾的时候叫他带来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你们 如果你们知道你们要来台湾读书 台湾有冬天,你会需要发油 否则你会觉得你的头发像干草一样 马来西亚四季如下嘛 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我就心想 为什么我的室友都有带发油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不明白 冬天来的时候不行不行 我的头发真的干得像干草 而且冬天来的时候你头发也很难干 当你在blow dry 催干你头发的时候 你也需要擦发油来保护你的头发 否则它会变得很不健康 那第二样是Initry的orchid eye cream 它是小罐的,因为它是满额正品 这一个呢,之前我觉得擦乳液就好了 何必再去买多一个眼霜 看四天我的眼睛下面 作纹就已经开始变少了 我靠,我有没有找到那图片 有找到的话我会放在这里 我用的before or after 如果这个用完了我还会再去买 那因为eye cream非常保湿 对油性和痘痘肌的来说呢 可能会,如果你是油性和痘痘肌的呢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刚开始擦两到三天那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擦到来这里 然后它就会长那种小油粒 长小油粒,小小颗粒的那一种东西 代表你擦的东西太过厚重 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有那种状况出现 代表你擦的东西太过厚重 还有如果你的保养就不对 你的皮肤基本上365天都是处于在非常干的状况 所以当你突然间放很保湿的东西 在你皮肤上它很难被吸收 所以如果你们有那种状况出现 像我之前那样 你们可以擦一点点 非常非常少量的就够了 然后随着时间再擦多一点 那老实说,痘痘和油性肌肤的 你们擦我所谓的多 也不必太多 大概这样 你看是不是很少 这么少就够两只眼睛了 对,没有在骗你们 而且它擦起来很清爽 不会很厚重 很多市面上的eye cream 眼霜 会擦起来感觉有很重的感觉 但这一个不会 真的不会 那接下来的是我很兴奋的 就是这一个 Clairs Supple Preparation Facial Toner 这一个它是lifesaver 它救了我的脸 有关于它的成分之类的 我动了一个影片有关于化妆水 还有它们的成分 哪一种化妆水是好的 哪一种化妆水是不好的 还有我们真的需要化妆水吗 因为很多人都说化妆水根本没有公用 擦了跟没擦 没什么两样 所以在那一个影片我都会cover到这些问题 如果剪辑好了 我这里会放一个链接 如果还没剪辑好就代表我之后会上传 为什么我这么爱它呢 韩国现在有红一个保养的程序 保养的step 也就是Korean Seven Skin Care Method 那一个保养的方式是教大家如何 只用一样产品 也能做到充足的保湿 这一个产品就很适合 那如果你们想要我更加深入的解释 Korean Seven Skin Care Method 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上保养品的方式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就请在下方留言 蓝留言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一个上保养品的方式只适合特定的保养品 如果你用有酒精的保养品 一定不行 会把你肌肤弄得更加糟糕 那如果你们想要我解释这些东西 就请在下方留言蓝留言 这一个化妆水 虽然它质地 我弄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它的质地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它质地不会很水 会看起来有点厚浓稠的感觉 信不信由你们 它放在皮肤上 你只需要拍打三四下 它就会完全被你皮肤吸收 当它被你皮肤吸收了之后 你会觉得皮肤很保水 不但只是很保水 它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的萃取物 长痘痘 不是会有那种红红色 红红色发炎的状况出现吗 用了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你那些红红色的 开始消炎 慢慢消炎 它是一个韩国的网络品牌 我会在资讯栏内放一个连接 连续他们的网站 你们可以去看 目前他们家的产品 有两个我是很喜欢的 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美白的 但因为美白的 我还没用超过两个月 所以我还不能给你们 一个完整的解说 review 如果有化妆的朋友 你们的刷具 一定要每个星期洗 好像我的皮肤是特别敏感 然后容易长痘痘 容易长粉色 几乎 每个星期洗 一个月之后洗 你会看到有差 我最喜欢用的MAKE UP BRUSH CLEANER 不必很用力 就能清得干净了 然后冲一冲水就好了 真的很简单 这个月的好物就到这里 接下来是我尝试爱过你 这一个 它是2017年 今年系列的 这个小鸡系列的 我发现 Eatube House 有这种系列性的 之前是猴子嘛 猴子啊 鸡啊 有这种系列性的 他们的 他们的显色度都不好 他们家不是这种系列性的眼影 品质都非常好 但是 一出到这种系列性的呢 我用过鸡年的 我用过红年的 都很差 我都没有一个喜欢的 有可能是这一个颜色 但是我也有买另外一个颜色 另外一个颜色 它没有它那么差 但 还是很差 接下来是 Nature Republic的 Hawaiian Deep Sea Cleansing Tissue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 但是好像是有特价吧 所以我就买了它 然后想尝试看看 Nature Republic的东西 卸妆的时候 我的皮肤会有那种 刺激的感觉 可能是它成分的关系吧 我也懒得去读它的成分了 因为 既然我引用 我皮肤就给我警告了 我就不想深入再读 这一个 真的不好用 它里面的卸妆液 容量应该是非常少 所以它里面的纸巾 通常有这种两层cover的 也就是里面 它有这一个 然后 外面还有这一层 它 比较慢干 但 可能真的是因为它里面 卸妆液的容量很少 所以 就算它有外面这一个cover 它也是干得非常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会把所有产品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内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 或者想要知道我最新消息 就请follow我的脸 出instagram还有snapchat 我是瑞恩 祝你们有美好的周末 拜拜 爱你们咯 第二种方式补妆 第三 没有第三了 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见 爱你们咯